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供公平 公正的营商环境 中方正在对有关参加COVEX事宜进行研究 我想强调的是 中方坚定支持发展中国家卫生事业建设 积极履行疫苗公共产品化的承诺 将继续利用自身在疫苗研发和生产能力等方面的优势 同国际社会一道 共同推动全球免疫事业 取得积极的进展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访问法国期间 将会见法国领导人 并分别同乐队阳外长和博纳总统外事顾问 举行会谈会见 就深化中法中欧关系 积极推进各领域双方交流合作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以及其他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议题 深入交换意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